经典代表作 也再一次欢迎杨成林 来到我们HeadFM的媒体采访中心 先请成林跟我们的媒体朋友补张照片 今天也是穿着的非常美丽的 一席白色的礼服 但今天让这个媒体朋友们先捕捉 好 再换到从左手边之后到中间前方 好 再看一下右手边 谢谢 好 再回到中间前方 谢谢 好 再左手边再看一下 谢谢 好 中间前面 好 都有拍到了吗 好 谢谢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递一下麦克风 谢谢 欢迎杨成林 请跟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大家好 好久没在HeadFM的流行音乐颁奖典礼 跟大家见面 首先要特别谢谢杨成林 因为这一次为这个表演特别做了准备 他带大家回顾了前面十张专辑 每一张专辑都找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可以跟在我们这个小舞台的舞台上面 一起哼唱的一些歌曲 其实对我来说今天可以来这里 其实是我的荣幸 我反而是很谢谢你们的邀请 然后我想这一次会借由这个舞台做这样的表演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青春住了谁的巡演 不会再回到台湾了 所以我很希望在我这个巡演落幕之前 大家还是可以感觉重温一个很迷你版的青春住了谁巡演 所以才命名青春住了我们的这一段租曲 我觉得最被刁难的应该就是我的音乐总监了 因为要把十一首歌非常就是很顺畅 然后在编曲不一样的情况下并且年代不同 跟我的可能跟我过去的风格和现在的风格 就所有东西必须要在一个串烧当中 又要做成很像一首歌 我觉得这很难 因为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希望像族曲 我希望像一首歌 对所以就觉得它真的很辛苦 那我希望大家都听得很陶醉 听到刚刚粉丝的尖叫声已经大到 真的完全盖过我耳机里面的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有一种犹如自己又回来 办演唱会的那种心情 所以真的很开心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表演 而且刚刚说就是因为把它串成一首歌的关系 所以在最后一首唱《暧昧》的时候 又连回到了 而且歌词有没有特别唱到了说 过去变成了未来 又回到了一个现在的杨诚琳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有一种搭时光机 让大家听见从我现在的单曲到过去每一个单曲 而且我还特别说希望可以放上后面的专辑封面 去有一种代表的意义 对那我觉得这是He Day Fan给我的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因为过几天我就要 6月4号的时候 我这样说 所以今天要马上唱一下生日快乐歌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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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会不会在工作中度过 不会 我这些年其实生日都不太 都会希望可以休息 而且这个休息也非常莫名其妙 就是我做的事情跟在平时假日没有工作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 可能我会运动啊 可能去弄弄指甲啊 然后吃妈妈煮的饭 就是非常的日常 可是这是一种好像犒赏自己的一个感觉 让自己可以当一整天什么都不去想 什么都不去做的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小孩的感觉 那对我来说更大意义就是 因为我真的已经习惯在这个舞台庆生了 所以今天我又可以再来到这里 我很开心 因为我中间应该有睽違两年左右 就没有在HITTO的音乐颁奖典礼上面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35岁之前的几天 来这边跟所有的粉丝一起庆祝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也要谢谢代表HITTO的FAN 特别谢谢杨晨琳 那今天我们到床的媒体朋友们也很多 我们也开放媒体朋友们来提问一下 好 谢谢 要不要先说一下有问题的生日愿望 随着年龄啊 生日愿望就会越来越词穷 我的愿望真的非常简单 在昨天的生日会 我也已经许了这个愿望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包含我自己 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有健康的身体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对 那有什么事想要完成吗 也不知道 就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我很幸福了 所以我 所以你说还有什么事 就是可能遇到才会知道吧 对 你说像旅游啊什么那些都小事 是不用放在愿望啦 我是觉得只要身体健康 然后有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又有闲暇之余可以好好地陪亲朋好友 陪我的狗 因为他年纪很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仅有的工作之余的时间 给重要的人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专辑的部分 就是一个如果 因为我太害怕给什么承诺 大家会太期待 但我也希望不要让大家等太久 因为上次发片是2016年9月份 所以虽然有演唱会跟一些单曲感觉 好像也都有一些新歌 但是我想一个完整的专辑的推出 也是我一个今年很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也希望这个目标可以执行得很好 把握最后一下时间 最后一题 谢谢 我们要跟音乐有关吗 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啊 可以问一下跟音乐有关的话题吗 可能你觉得很难得吧 我觉得很平常 谢谢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连我自己平时入围的时候 我自己都猜不到 所以我不知道 嗯